心中注內境三萬六成神 動作旅行場前夜並後夜 願我深自在纏住三寶洞 當於結壞時我深藏不媚 送出真聞時深心口夜皆清淨 我是昆仁山洪師傅 我在嘉義市的街道遇到一位街友 這時候兩個警察正在驅管他 因為他喝得明丁大醉 他已經倒握在人家的店面面前 警察正在驅管他 而且旁邊的人又說 他已經在酒飲的樂界中心 已經待了七八年了 沒想到出來以後還在喝酒 我看看這個人五十歲出頭 但是為什麼走到這樣子的地步 想要跟他講話 他也無力跟我講話 因為他已經喝得大醉 人生的結果流落街頭 實在是非常的可憐 有一天我開車經過那地方 看見這個街友還在街頭睡覺 我心裡在想 他一定沒有機會 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人 再能夠給他機會 一個街友一個明丁大醉的人 哪裡都沒辦法去 哪裡都沒辦法收容他 讓他走入了生命中最大的結界 我車子再繞回來 然後下車去觀看他 他的兩三個行李旁邊 霧滿了很多很多的蟑螂 雜亂不堪 而且酒氣沖天 我在想 這個人大概沒有機會 人生到此 已經絕望透顛了 我幫助他 我叫他把行李提好 然後我要載他上昏龍山 他告訴我 他還要去尿尿一下 然後就跟著我上昏龍山 我今天要講的這個故事 就是匹吉太太 人生啊 當你沒辦法 這世界上的人 都沒辦法救你的時候 只有只有 只有只有 就是神 就是母娘能夠救你 當你沒有任何的條件 讓別人可憐的時候啊 神可以救你 我們的母娘可以救你 這位師兄 真的是匹吉太太 在墮落陰暗處 非常痛苦的時候啊 庫崙山母娘 救助她 讓她 得到了一線生機 讓她 再活起來 我跟她說 只能救一次啊 你如果是再如此再墮落 沒有人 又有辦法救她 這個人懂得知恩 懂得土道 從此以後 就過著正常的生活 人啊 人生裡面啊 又有什麼 能夠好的機會呢 有時候 給再一次的機會啊 真的是能夠匹吉太太 諸位師兄師姐 不要放棄生命的困境啊 不要放棄最困難的時候 當你沒有放棄最困難的時候 即使這世界上沒有人理你的時候 洪師傅告訴你 有神理你 有母娘理你 你還有機會 你能夠匹吉太難 能夠 從此以後 在 最 壞的一個結果裡面 換彈上身 從此以後 能夠過好日子 相信我們 感謝你 謝謝 謝謝